维基尼亚州阿灵顿艺术中心 悬挂着由数百块色彩鲜艳的布 缝在一起的真织物 这是纽约艺术家阿曼达·布劳德的最新作品 他以城市建筑为画布 精心打扮了这座大楼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 布劳德花了四周的时间来装饰阿灵顿艺术中心 我们一直在寻觅 想办法让外观和草坪 以及建筑本身变得有活力 布劳德从不独自一人完成他的作品 这是他人生哲学的一部分 有没有经验都无所谓 有些人一生中从未缝过任何东西 公众缝纫日的意义在于 大家都能来参与并成为实践的一部分 布劳德从小就对布的面料着迷 在他的家乡 蒙大拿州 米苏拉市 服装店不多 布劳德喜欢用各种不同的纺织品做实验 使用布料真的能激发人们对料子有更多的舒适感 面料与缝制和服装的联系 有着如此悠久的历史 这一切都是为了关爱人们 给他们温暖和舒适 从大学到教堂 学校到图书馆 任何建筑都可能成为布劳德的灵感来源 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个叫光谱轨迹的项目 那是在2016年 那是在纽约布法罗的奥尔布赖特诺克斯艺术博物馆 我们覆盖了三座建筑 其中一座是这个大教堂 另一座是废弃的 过渡建筑 最后一个是博物馆本身 我们有数百名志愿者 这真是太棒了 这是一个让我大开眼界的项目 让我看到 我们可以为一个项目 把多少人联系在一起 目前布劳德正在密西根州的大基流城 为六座大楼做装饰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 有一天用他多彩的纺织品 装饰自由女神像 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尔科夫 维基尼亚报道